我们现在来介绍属虎的 属虎的 它的六合贵人是猪 以生肖属马跟狗搭配自成三合贵人 随身携带贵人显现好运连连 现在来解释一下属虎的 它的榴莲贵人是属猪 身体贵人是属马 那财运贵人是属狗 如果您属老虎的您 随身携带或者在家里 摆上属猪的、属马的、属狗的 这三只肖像 那您在榴莲上 你就比较不会引起官司是非 那在身体上的意外血光也会比较减少 那再来就是比较会有财运 比较不会破财 所以说这三只属老虎的您 猪、马、狗 是您这一辈子的最好贵人 属猴就是隐身充 就是属虎的 属虎的 您这辈子比较没有助力的 这两个肖像 两个生肖就是属猴 它是属于六充 那属蛇就是您的六害 那表示说 如果您有重要的事情的时候 您可以寻求属猪、属马、属狗、属猴 这三个人 或借由这三个的肖像来帮助您 这就是您的贵人 那这两个就比较没有助力 但是不完全百分之百面助力 只是说在学理上来统计 属虎的属猪、属马、属狗 是有70%以上的助力 而且有70%的准确度 那属猴跟属蛇的只有30% 所以说属猪的人 要特别注意 您这辈子的贵人 大概就是猪、马、狗 你可以用生肖 用玉的吊饰或者是图像的 摆在家里的都没关系 那我们公司有发展成 用玉手工雕刻的 一个是小小的把三只的贵人 串成一块 串成起来 然后可以放在手机、小皮包上面 那大的就是放大皮包 可以在身上 或者放在车上 都可以增加我们的一个贵人运 还有一个事业顺利的一个象征